香港新冠肺炎疫情持续,包括大众书局蛇王二、翠华餐厅在内的多间零售业企业分别宣布结业,即将结业或关闭多间门店。 香港铜锣湾米其林餐厅蛇王二将于4月底结业。 店长罗长熙表示,店铺生意过去一年受到暴力事件和疫情双重影响,已无法再持续。 他经历过非典和金融海啸,没想到这次香港零售业跌势比之前还要惨烈。 每月店铺租金和工资支出超过70万港元,但生意暴跌七成,每月亏损超过20万港元。 因为疫情爆发了之后,2月份我们的生意跌了七成,老板决定等疫情过了之后才再选。 刚刚就去到4月底我们租入到期,我们不如停了先,到再半年后再打算。 主要疫情影响市民出外的信心,我们做的形式是在大街大巷靠街客生意的,好自然我们直接受最凝重的影响。 记者发现,当天中午蛇王二店内做了不少护客,罗长熙表示,很多街坊知道店铺将要停业,前来最后怀念一下。 他称店铺有36年历史,自己工作了20多年,从稍纳做起到身任经理人。 店内的一事一物都是他的回忆,他对店铺停业感到无奈,不希望这个老字号招牌倒下。 知道我们将会结业,有些我们支持我们那些旧客的来怀面一下。 香港,其实不是香港,世界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。 一定是很遗憾的,就是自己亲自经历这段不是那么开心的事件,都是遗憾的。 期望有一天再和各位支持我们的顾客再见面,这件事我们自己都很期待。 香港知名连锁餐厅翠华近期关闭了旗下多间店铺。 记者看到,关闭的翠华餐厅门口贴满了房产中介广告。 翠华主席李远康回复传媒室指出,翠华中环威灵街旗舰店短期内暂停营业。 3月19日,香港著名连锁书店大众书局宣布,旗下16间书店全线结业。 记者在大众书局望角GOP商场店看到,该店玻璃门已经锁上,书店所在楼层空无一人,店内贴有大量轻货大减价、文具半价等海报。 据了解,大众数据黄埔花园分店早前已遭业主,起诉追讨欠租。 此前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秋安一预估,2020年上半年,香港整体零售额跌幅将在3至5成左右,可能成为有零售数据公布以来最大的半年跌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